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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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世界采用 是智慧采用 谁拿去用 就是谁的 那孔子有几个门徒 几个门徒 72个门徒是吧 好像每个门徒都有一个封号 叫做什么子 什么子书这样子 好像比较名人都是这样子 叫孔子 孔子不是他的本名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在宣量孔子的这些文化 所以我现在也成了什么 孔子的门徒 我是第73个 那我们的林清风钻石叫74个 第74个 那我的封号是不是要一个封号 通常说都是拿最后一个字来加上一个子 所以我叫做什么字 对 那我们林清风钻石大字叫什么字 我们董事长讲过嘛 在爱多美成功首先要成为什么 疯子 所以来给我们的疯子 未来一定会成为中文大师来一个掌声 讲到这里还是言归正传 我今天为什么会接触爱多美 要讲一下故事 但是爱多美给我接触了大概四年 我们大概同一个时间 所以不离开了都成为怎么样 成为玫瑰大师 所以爱多美事业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这四年来首先我是在28岁的时候 我结婚 我结婚了 因为我有人生规划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 我是想说未来不要跟小孩子拿钱 你知道吗 因为拿钱是很没有尊严的 所以我打定 用什么样来过我老年的生活 什么样的收入 各位知道吗 跟儿子拿钱 还是收租金会比较准时 收租金 所以我就努力赚钱 买房子 那买了房子之后 开始怎么样 每个月要缴贷款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日以继夜的工作 工作 那工作下来之后 因为晚上就睡觉就不正常 有时候赶工 所以我太太就生病了 所以计划就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太太生病之后 就结束了传统的产业 因为它是感冒引起的并发症 是心脏半膜损坏 半膜损坏是跟汽车的引擎损坏是一样 不能假装的你知道吗 汽车板筋坏了可以不要修 没有钱不要修 但是汽车引擎坏了你要不要修 不修你不敢出门 所以就停止了 我们的传统行业 到处怎么样 养病求医 也就在不经意当中 才知道说有一个行业叫做什么 很重要 通常健康的时候都不知道 叫保险业 有做过保险的请举手一下 通常很多 因为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但是对于我自己 自己当老板 想要睡到什么时候起来 什么时候要工作 尤其我们这种很木烂你知道吗 很封闭的人 这种人际关系的行业 好像去求人的行业 我非常的不适应 所以当被我的保险顾问 骗去做保险做了一年之后 跟我太太几乎每个月吵架一次 但是也因为在保险界 我正在讲说保险界就好像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支U班 就好像升学班 什么叫升学班各位知道吗 就是每天早上要找人家到 对不对 然后晚上下课留下来 读书 一定要升学嘛 所以压力就很重 那保险是这样子啊 9点就要到有晨会 晚上还有什么会 很多会 哇这个真的太难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要离开 就在要离开有那个念头的时候 碰到一个从放牛班过来的 什么叫放牛班你知道吗 因为放牛班就是说你可以 早上不要那么准时来上课 对不对 你上课也可以不停课 对不对 但是考试的时候老师会给你怎么样 给你答案念一念对不对 你能够过关就好 能够交代就好 这叫放牛班 那传销是不是这样子 传销讲的就是 睡觉睡到自然醒 然后数钱数到手抽筋嘛 所以就很合乎我的个性 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 因为我以前自己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传销界十几年下来啊 我把我的积蓄啊 我买总共买了五间房子 然后就一间一间的卖掉了 但是传销的东西有没有很好 基本上是不错 因为我们是为了健康 所以只要有好东西 不会问他价钱 当你生病的时候 钱不是最重要你了解吗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只要有仙丹啊 你都可以买回来 只怕你没有钱 所以就把钱花光了 对于太太身体有没有帮助 有 所以我们就一路上 就做什么 做健康食品 但是发觉到健康食品真的太难了 要太专业 要人格去保证 然后又有太多新的东西出来 吃好吃不好都是问题 但是最终的问题 还是碰到什么呀 还是老板 所以一直都没有成功 到了55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负债了 那时候有一个下午就接到一通电话 那通电话声音很熟悉 他说猜猜我是谁啊 我猜不出来 他说我们是同学啊 这个诈骗集团 是不是这样很多这样子 可是又不敢讲 因为听起来这声音真的很熟 你知道吗 他说我就是你高中坐在隔壁的同学 我才想起来 那是我们的十党 什么叫十党你知道吗 就是翘课作弊都有份的 最好的 他问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怎么回答 没有收入在做传销 我能够说我在做传销吗 真的传销 臭名对不对 这么好的同学 我不敢讲 我就告诉他说 我办退休 办退休 就是还没有退休啦 但是还有一点工作 但又不敢讲收入 又不能退休 我问他说你在做什么 他说他已经退休了 后面就接一句 我已经退休五年了 各位他五十岁就退休 我那个同学 我就知道他讲这一句话 我认为是真的 因为从同学开始 我就看他这个人 是非常有规划的人 他不会一直讲一些废话 所以他都朝着他目标在做 但是他告诉我说 他在退休之前 从来没有出过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说 他有个技术性的工作 要掌握在他手里 他不能交给土地 或者交给外人 所以他付出的代价 就是五十年没有出国 但是他现在退休十几年了 他已经环游的世界好几十国了 还好 他的身体 他的职业能够让他撑到五十岁退休 如果 他还没有退休之前 他的工作上的压力太大 他即使再赚再多钱 都成为什么 成为遗产 所以一个好的事业 一定要怎么样 要有钱 有闲 有健康 那么爱多美 这四年来 就是让我获得有钱 有闲 现在我相信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钱会活化人的续胞 这是老板讲的嘛 比Hammer Him还有效 所以 在我还没有成功之前 那时候我在想 那天晚上我听完电话就睡不着了 我在想 我的同学已经退休了 可是我的退休金还在哪里 我斩斩难免 我一直在想 可能是我没有找到一家刚开始的公司 因为我看到 每一个传销人 他只要找到一家公司做头 他都赚钱 那我想说 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刚开始 你哪有资格做一家传销公司的头 人家不会找你 能够做到三年 公司你就很高兴了 这是新公司 结果我真的朝这个目标去做 但是我做到最后 还是重来 最后我做到一家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非常有知名度 曾经是台湾的所谓的经营之神 来写了一本书 现在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那时候我们进去了 他在台上在一个开会当中 他说他今天不是缺钱来开传销公司 他是为了台湾的传销公司 来怎么样争取一点荣誉 因为很多台湾的传销公司 动不动就改制度 所以他是因为这样来做传销的 结果呢 有一次我去香港 我只是一个香港的朋友告诉我 一家公司大陆公司 我只是买了一个产品回来用 我觉得那个不错 拿来用 这个消息 不知道 又通到他那边去 结果几天之后 把我们全家满门操展 来的存证信案 我听了 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就冲到公司去 我跟他吵了一架 我都离开了 从此 我对台湾公司的老板 完全没有信心 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我跟他呛吓说 好 你既然说我是那家公司一号 我就做给你看 我就去把那家公司引进到台湾 我短短三个月 从我一个人 我没有让公司要求任何的条件 我跟总经理讲 你只要给我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叫公平 第二叫公正 第三叫公开 他说好 结果完全没有做到 自己私人卖自己的产品 用那家公司的名利 然后自己还做组织 结果组织就崩盘了 结果就造成了 所有的伙伴离开 去做了很多 因为太急了 去做了一家叫做 什么石油公司的 弄了二十几亿 结果好朋友大家逃了逃 真的是 一家公司倒闭 让很多人 一级之下走入歧途 所以我们老板是这样在讲 一家公司最重要是生存 老板创立 绝对不能让公司倒掉 让公司倒掉 这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这是个企业的责任 所以当我真的不想做的时候 老天有眼 因为我们在传销界 真的没有害人 结果 我的推荐人告诉我的爱多美 这一家公司 基本上它是没有讲清楚 但后来又四五个传销界的朋友来找我 我说真的有免从销吗 我就去看了 制度是这样子 但是我是以产品会导向的 我说产品给我看看 当然还是那支牙刷 我实际上讲 那支牙刷是乙天剑 那支牙膏是土龙糖 每个人都要用的 一用就知道 我说这么好的产品 竟然只有卖六十块 各位现在卖几块 三十二块半 那时候六十块 我就觉得有这种功能的牙刷 已经是非常的便宜 竟然还能够发奖金 所以我就马上去了解这家公司 在公司还没有落地的一年半前 我就看了这家公司 我看了一次我就懂了 但是后续我就看 又去了十次 各位 我们有这么笨吗 还要看十次才看得懂吗 我一次就懂了 因为我们在传销这里 夾了太多的补习费了 被骗的被借的 捧场的 不好意思拒绝了 通通是被骗 所以人被骗有四种 第一个贪 第二个没经验 第三个急 第四个就像我这样的 不好意思 人家借钱就给 人家来我就捧场了 各位 服务者很多人 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后续时常是带着伙伴 去了解这家公司 也因为这样子 当公司落地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一票的追随者 跟认同者 当公司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收入 在这之前 我们真的是在花钱 可是今天再花出去的钱 也不会比你自己 你创立一家 Seven公司还花更多钱 重点你要顾24小时 还全年无休 请问这种事业你要不要做 还是很多人在做 对不对 因为没有专场 只有拿钱去当老板 可是你从此就关在那边 叫无奇凸行 一个豪华的监力 对不对 但是爱多美今天是完全不一样 不要拿钱 可以做全球的市场 这种胜利你说 有理由拒绝吗 没有理由 对不对 所以当我把房子 一间间卖出去的时候 我太太已经开始对 没有信心了 有一次 我去散步在街上晚上 走走走 回头一看 我老婆怎么不见了 通常嘛 通常正常的夫妻 结婚久了一定是一前一后 是不是 只有不正常的才会 手牵手 要不然就刚结婚 要不然还没有结婚 要不然就是 各位想想 对不对 我说奇怪 怎么不见了 我在那边等了将近十分钟 从巷子里面跑出来 我说你去哪里 他说他去买一张彩券 我就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买彩券 他说 我们总要独独运气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的横财 从哪里来 对不对 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就好好做爱多美就好了 爱多美只要一次50块 你每次都要买50块 对不对 不一定中 对不对 我们只要50块的事业 我这50块买一张彩券 所以我可以每天都对 对不对 不要重买 而且浦奖是750块 你中到的顶多是400块 对不对 才400 对 但是我就知道他已经对我 什么 十七的信心了 但是他告诉我 他说 算命仙 告诉我说 我有偏财运 他真的会中 我买都没有中过 他也会中发票 你了解吗 所以我现在坐飞机 每碰到乱流的时候 我就想到 算命仙那一句讲 我太太有偏财运 所以有机会 应该叫他跟我坐在一起 这一班飞机绝对没事 所以 当我了解 这个事业的时候 你要怎么跟人家谈 还是谈制度吗 还是谈好赚的吗 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消费者 来自于产品 对不对 产品是我们最大的收入 所以你一定要拿着产品 去跟人家讲这个事业 先用了再说 所以爱多美 公司已经告诉我们 爱多美的事业就是 永永看 天天看 做做看 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为什么有些人还做不好 对不对 没有落实去执行 自己没有信息 所以 我就拿着产品到全省去 可是没有产品怎么办 我的上线 那么多的会员需要产品 进来的管道又不顺畅 我为了我要在传销界 所以 在 我死之前 能够留下一个子孙说 我老公 我老爸 那时候做传销 最后是成功的 不能 让我的子孙告诉我说 你传销不要做 因为你老公 从来没有成功过 就像李德佑跟他的女儿讲 你爸爸做了17年的传销 都没有成功 你还好给我上班 对不对 但是想一想 已经做了17年 不差这一家了 还好有去看他成功 所以我女儿 从小就在传销会场长大 我家养的狗 是为了陪他长大的 因为我时常晚上都到宜蘭 九玩十八拐 真的到天亮不会回来 每次我女儿回到家 就一个人 他说你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晚一点回去你先睡 到半夜清晨的时候 他打电话 爸爸你怎么没有回来 那时候他真的很紧张 所以我就养了一只狗 让他陪他长大 所以那只狗 在去年过世的时候 我女儿给他厚帐花了好几万 安乐死 怕他太痛苦 弄了骨盒一罐 然后丢到海里面去 真的要感谢 当做一个家人 我女儿为了完成我的事业 在大三的时候 修学 他进驻韩国半年 在公司落地之前 然后把产品进来 老天也很帮助我 从来没有卡过关 也因为有这个产品当种子 我都是大部分都送送送 然后后续要追踪 这个产品 他到底用的怎么样 结果就有了一批的认同者 各位 爱多美事业真的很简单 产品会说话 你不要讲太多 刚开始你要讲 刚开始讲人家是 看你这个人以前没有骗人 所以爱多美这个事业的价值 第一个它可以检视你的朋友 到底是不是朋友 对不对 人家不认同的时候 如果那个人有问题 问题不在你 但是如果 那个朋友真的是好人 人家不接受 你要检视自己 在以前的做人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让人家损失钱 你有没有讲话不老实 这是爱多美 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说 一个是精神 就好像我们美国总统讲过 现在选美国总统 就可以看看谁是真的朋友 谁是假的朋友 谁是假的朋友 对不对 结果疯子怎么样 也选了美国的总统 那天不是讲 疯子会讲真话 对不对 只有骗子会讲假话 那么 就因为这样子 现在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 我没有时间 留在国内 没有时间出国 但是 现在 现在我们跟我们的林秋风钻石一样 几乎没有时间留在国内 你知道吗 因为 这个事业 随着公司的国际市场的开发的计划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怎么要去 我不去 结果底下延伸出来 所以这个事业已经什么样 要停都停不下来的一个事业 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重点是 你做一个国际的事业 你也等于做了一个全球的贸易 但是你不要任何的本事跟本钱 这是最大的一个重点 请问这个背影熟不熟悉 这位是谁 昨天有去台南研讨会的参加的请举手一下 以后几位很认真 曾经听过我讲课的有没有 其实我讲课真的不多 因为我怕太出名了 出门没有自由 因为这一次我们去马来西亚十天 你知道我们的王冠鸟多可怜 走到哪里人家跟他拍照 连吃饭都没有时间都不能专心 他跟他姐姐一起去 他家好像只有一个妹妹没有姐姐 就是他妈妈你知道吗 哇 对啊 真的是看起来就像姐弟 对不对 通常母子不会那么好嘛 对不对 这是因为爱多美的关系 爱多美的事业 让这个家庭更紧密 亲子关系更好 家庭更和谐 我很羡慕他 尤其我非常羡慕 我们这位有智慧的年轻人 我走到哪里都提他一下 我虽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但是他比我亲生的儿子还孝顺 你知道吗 他每个月一定会定时怎么样 把奖金回到的户头 我的儿子长这么大 拿钱真的很困难 可是现在 我可以告诉我的儿子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自己去 老爸现在不需要你们钱 我现在是不是很有尊严 所以 我们选择一家 一个公司一个事业的时候 即使是传统公司 什么最重要 为什么韩国很多大学毕业的 几破头明星学校出来那些学生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什么企业去上班 三星嘛这种大公司 对不对 好 那你选择一个传销公司 也是一样嘛 公司是最重要 那谁是代表公司 这是老板 对不对 所以老板非常重要 我当初会认同 这家公司 是因为这个社讯的关系 那真正让我体会什么叫谦卑服务 各位什么叫谦卑服务 来看一下 我们的董娘 戴着手套 在她家的厨房 煮饭给我们吃 这是我们董事长的房子 你说 这不是 是不是真的很谦卑 一个身价几百亿的董娘 我告诉你 我传销做这么久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样的老板娘 这么样的谦卑为我们服务 我们才几个人 他跟主菜 端盘子 拿筷子 一般公司 只要到你饭店 请几个人 请你们吃饭就了不得 在这边个致辞一下 讲几句话 最终还叫你们怎么样掏钱买单 对不对 所以吃便钱的比较贵 但是我们的董事长没有 我们的制度里面规范就 买多就没有便宜 对不对 也没有扒拼啊 哪来的囤货 对不对 完全合无任性 所以 才几个人 他竟然要劳师动众 我们台湾 几个玫瑰大师算什么 韩国已经做了七年了 好几百位的收入非常高的 皇家大师 王冠大师 一般公司到这个阶段怎么会去撩你 但是我们的董事长 怎么样的谦卑 怎么样看重每一个会员 所以我会认同这家公司是因为董事长 因为我被所有公司的老板伤害最深 这是他的房间 不是我的房间 对不对 我也住得起这种房间对不对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床部应该比他更漂亮 一张床 一张椅 还有一个床头柜 你看他多么节俭 所以 现在他把赚的钱 只要公司能够生存 其他的通通来做公益 在台湾赚的钱 完全要回馈台湾的社会 如果你告诉人家 老板讲这种话 我告诉你 一般人根本不会相信 不要说生意人 更不要说传销公司老板会讲这种话 所以你们要不要请他来 看看这家公司 要不要请他上网 看看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所讲的话 这是我们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伙伴 今天我的伙伴在菲律宾办说明会 有医生来参加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 榴莲吃大饱 有没有榴莲吃大饱 有机会试试 马来西亚开了 去那边吃大饱 还可以捡几个人 还当你的会员 这是我们伙伴 一个抱着孩子 一个华人 嫁的一个印度人 那个小孩子非常的可爱 等一下会有一张相片 他介绍的马来人 马来西亚开幕那一天 我们好像打了一场资讯战 没有炮生的战争 每个人11月14号 就在电脑前做定位 一开始就准备上网 不知道是塞车还是怎样 弄到快11点才通 短短两天的战役 超过10万人参加 各位 这个战役有没有很惨烈 我的时间又快到了 好 所以各位 美好的战役 一定要打过 姑且不论胜负 至少会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这是我们的冠雅 应该任他做干儿子 旁边的都是我们的市场 还有我们这位姐姐 我们一起去 一起回来 他那边建立了两条线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上皇家大师 享受他50年可以退休的生活 我成功来得太晚 剩下15年 现在只要身体保平安就好了 我们碰到董事长 我们的李德又在那边 那一可爱的宝宝就是左边就会生的 先生是黑的 太太是白的 竟然遗传通通是好的 小孩子是白白胖胖的 但是遗传到先生的那种特质 这是马来西亚的伙伴 你看 我们的市场有多大 我们一直在期望中国市场什么时候开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东协池国开的时候 根本中国道路还没有开 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封顶了 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 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说它是天堂的国度 下个月1月6号还要再过去 今年去了一趟 我去了新加坡之后 我觉得那是天堂 但是当我从餐厅吃了一顿饭 付了帐出来之后 我发觉到那是地狱 至少要加个注解 叫做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 各位天堂 什么叫天堂 什么叫地狱 我们看到叙利亚那边 像地狱对不对 比较起来真的我们也像天堂 可是天堂地狱里我们这么远吗 天堂不是 什么叫天堂 收入不够用 每个月负债就叫地狱 你每个月可以存钱 不要缴贷款 你就是天堂 有没有很多人活在地狱当中 有嘛对不对 我在四年前就是活在地狱当中 所以你要检视一下你对你的生活不满力 你现在一小时值多少钱 我现在在睡觉一小时都有七百块钱 各位二十四小时 我相信未来会破一千 睡觉都有 那现在一般上班族一个小时多少钱 所以你要怎么样增加你的价值 你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事情 讲一些无谓的话了解吗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讲 未来的年轻人是几岁你知道吗 六十五岁以下统统叫年轻人 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政府没有钱 所以我们延退啊 年龄要延退 所以以后你看到七十五岁 拿着拐杖去找工作是正常的 我现在还是年轻人 六十四岁 还有一年时间 抓住青春尾巴你知道吗 所以时间最公平 很少能够活到一百岁 只是我们台湾的前几大 富手啊 富人也都是八九十岁就过世了 可是留下钱之后 成为很大的纷争 很多遗产税对不对 钱留太多不一定是好事 而且要缴很多遗产税 所以你还剩下多少时间 时间是人最大的资本 一个伟大的工程 一个伟大的事业 都要时间去建构了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钱比较重要 对不对 我要很多任务完成 要很多的任务都要钱 我觉得我的时间很多 可是现在我觉得 时间比钱重要 因为我们时间所剩不多 财务对我们来讲 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因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我赚了钱 赶快安排去度假 所以今年的过年 我已经安排好了到关岛 全家去度假七个人 包括我的姐姐 包括我的哥哥 以前不可能全家去度假 不可能选那个过年时间 因为我们没有钱 对不对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所以人生的差异就是在 你空闲的时候 你做了谁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看八点党 那些让社会以为是 那么败坏的一个连续剧 还是因为社会有这种情况 才有那种连续剧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董事长影片 那爱多美是传销公司吗 不是啊 他在教我们轮离 对不对 所以我身上在讲 爱多美的价值是什么 个人可以修身 是不是 我们黄瓜俩去到国外 都要言行举止到检点 因为很多人认识他 对不对 我不太喜欢上台 就是因为欧巴斯去自由 对不对 去到外面 这个领袖俱乐部人 怎么在搅槟囊 对不对 带小山就被人家看到了 所以真的 只要我们个人 你没有赚到钱就修身 对不对 赚到钱可以齐家 家庭会合了一点 很多夫妻吵架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们在做修身 然后赚钱是齐家的工作 对不对 家庭合了之后 有钱之后 治安会不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的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是不是帮助很多家庭 免离经济的痛苦 不会去做回非作歹的事情 我们要在做治国的工作 真的有 然后我们追随的董事长 对不对 去评定 70几个国家的经济 我们是在评定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爱东西的价值是这样 你不要一直跟人家有钱人讲说 这个多好赚啊 这个东西多好 有钱人要做这个吗 他一定有钱 对不对 他有钱买贵的东西 他不一定要买你的东西 但是你要给他一个理由 跟一个 这个事业的价值 让他认同 你知道吗 所以越知识高的水准的人 他越认同公司的理念 他说我不赚钱都没有公司 没有关系 这种公司 这种老板一定要停他 我碰到很多 你了解吗 那这种人进来之后 我们的公司会越做越大 因为 第一个他要做他影响力 他要买他怎么 有经济的能力 所以未来爱东西的 这个user的人进来之后 我们公司会越做越大 你了解吗 所以你现在就赶快建立 因为 这些老鹰都会在你之下 所以成功有三个条件 我现在讲 决心 信心跟耐心 还有怎么样 诚意跟买力 什么叫决心 目标 梦想 你没有 梦想 你没有目标 你不会下决心的 有没有看到 计程车载的人就跑很快 对不对 客人下车 他车子会跑很快吗 就是他已经没有目标 所以目标非常重要 一个人没有成功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没有目标 第二个是目标太多 第三个是变乱目标 所以千万要有目标 有目标 你的时间 你就会规划 再下来要什么叫信心 很多人对自己没有信心 信心非常的重要了解吗 你要学习 你知道方法 你跟人家讲究没有挫折 所以一定要进会场 就像今天各位来这边 我相信一定会有帮助 再下来就是耐心 艾多美 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刚王俊豪 他讲的 三个月都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可是三个月之后 钱自动进来 艾多美 你只要撑过这个 飞机起飞的跑道上 他就不会再下来 我现在不要都不行 我现在最大的责任 最大的就是把我的钱赶快用光 因为我人不在 钱还会进来 所以我发觉到 现在有一个缺点 我老婆以前不太理我 后来我赚钱就理我 可是最近我出国时间 竟然没有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不问他 我就竟然 飞机下了 然后车子开到门口 他才知道我回来 你回来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不回来 你一直照进来 所以当你推荐伙伴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去辅导他 你了解吗 竟然是没有用的 你要教他 所以你要跟进辅导 表现你的诚心诚意 那消费者 对不对 对传销误会的人 你给他产品 你卖他产品之后 你要好好的 教他这个产品怎么样 关心他用得如何 这叫满意 对不对 不满意还给我们 还给公司就好了 讲太多有什么用 讲那么多也没有赚钱 对不对 所以公司给我们的上方保健 出去打遍天下无敌手 了解吗 这个就是公司给我们的 要不然我们今天再多厉害 以前更难做的公司 我们要更厉害 再一多美你要废掉你以前学的武功 不要有以前的思想 你才能够做得好 所以一样 这个保健的口诈就是 这三句话而已 那哪里来练功 这边很多人会教你 很多师傅会教你练功 所以成功的第一步就要改变 改变是成功的起点 那成功有没有终点 没有终点 好要更好 对不对 先设定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猴子如果会骑脚踏车 会骑摩托车 他终身不要烦恼 他没有饭吃 人也是一样 要增加自己的专场 但是心态非常重要 不要以为上线欠你要排人 不要以为上线一定要怎么 请你吃饭 但是你也不要把下线当摇钱术 对不对 把上线当提管机 事业是自己的 我也是这样子 两条线自己做下去 你只要有决心 对不对 你要克服万难 就像牺牲我女儿的学育 可是我女儿的 现在即使不上班都有钱 而且未来 我的经营权是他的 爱多美竹门套士 有多少成功者 大家都看到了 未来各位都是成功者 丑小要变天 那什么叫真正的富人 不是你口袋赚进多少钱 在爱多美你只要努力 不成功是其今 赚到钱不稀奇 不赚到钱才稀奇 所以未来 我一定会看到很多人 站在台上不是讲他赚多少钱 站在台上是 告诉大家 我在爱多美 赚的钱捐助多少钱 帮助多少伙伴 是不是这样子 成功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好不好 很多人说出国 我十月份廉价出国 结果我去 上了车 我一看怎么多老人团 因为不认识朋友叫我去 怎么多老人团 去长城 结果第一天不熟 第二天大家比较熟 因为我看他们头发都白白了 结果第二天比较熟 他就问说 他们就介绍几岁几岁 结果三分之后比我年轻 所以我都不知道老 但是人要知道老 要知道老不要认老 因为时间是公平的 所以趁你有生之年赶快做 所以出国他们就觉得很累啊 为什么很累 一天要跑很多闲城 因为难得出国 难得有这个价 难得存了钱 但是富人他们出国是度假 在一个地方睡到自然醒 会不会累 不会累 以前我们想不通 为什么富人只在一个地方 不去那么多地方 现在无众也可以体会 所以过年到关岛 也是六天 然后就在那边度假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有钱人想法跟你不一样 你要有钱 先跟有钱人的想法一样 好不好 这个都是今年去往 所以完成我人生梦想就这样 这是长城 多懂你看 长城是不是一天 一朝盖出来的 绝对不是 爱多美事业是个伟大的事业 当然花三五年的时间 建立三代子孙的财富 这样值不值得 绝对值得 很陡啊 这边造起来 所以不登长城非好汉 爱多美不做成功也非好汉 爱多美没有这么难 如果爱多美都做不起来 我不相信其他传销公司 可以做得起来 所以你的命运 子孙的命运决定在手里 我老爸有取甲地 过世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的田地在哪里 还好他也没有留下债务给我们 所以有财产不一定有遗产 对不对 但是还有很多的遗产 会造成很多的怎么样 交很多的遗产税 我不在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的财产 遗传给我的子女 但是 连缴税都不一样 爱多美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子孙啊 未来一定会怀念我 美国有统计 当一个人到过世 到他很老的时候问他 你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因为哪一件事没做 或者做了哪一件事而后悔的 各位答案是什么 全部一样 因为年轻的时候想要做某一件事 没有去做 现在来不及做和后悔 从来没有人说 我做了某一件事情后悔的 各位 未来你的子孙会问你 艾多美来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没有做 你要怎么回答 千万不要因为 没有做了艾多美后悔 各位 这就是我伙伴的儿子 多可爱 对不对 也不吵也不闹 那我们在谈事业的他旁边校 因为他的未来不是梦 他的父母在做艾多美 所以他是艾多美的富二代 各位 我以前 家里 我太太最喜欢出门 就把房屋广告单拿回来 他很喜欢买房子 但是后来因为经济出了状况 我叫他不要再拿 那个房屋广告单没有用 后来出现的桌子上都是账单 你知道吗 都没有钱脚脱到最后 可是现在我们家的桌子上 又出现了房屋的广告单 他又开始要准备买房子 那以前呢 我们家抽屉打开都是发票 现在都是钞票 以前啊 我从他皮包里面拿走200块 一定会被他发现 谁拿走200块 现在我从他抽屉里面拿走2000块 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比较有一点点用钱 爱托美就是这样 让你的人生不一样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好不好 好 祝福大家 爱托美事业能够开启你 梦想的天空 谢谢